在罗埃德的努力下 阿尼亚终于对学习热情并自信了起来 敢于在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然而阿尼亚的答案完全是错的 你女儿的学习成绩能提高吗 按照总部的计划 需要四个月时间达成八颗星 面对管理员的询问 罗埃德满脸尴尬的谎称没有问题 心里想的却是四个月拿到八个雷还差不多 结果被管理员吐槽 说谎能力变差了 随后话锋一转 聊到了东国管控变严的问题 管理员提醒罗埃德要小心一些 因为今天早上就有一名县人 在市政厅众目睽睽之下 被国家安保局抓走 月儿的同事米利正好看到了 此人被抓的全过程 并与沙朗和月儿等聊起了这件事 与此同时 另一名同事卡米拉也来到了单位 看到月儿后的卡米拉告诉他 自己男友多米尼克遇到了月儿的弟弟尤里 还问他为什么连结婚都不告诉弟弟 这才终于让月儿想起来 还有这马子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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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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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